对于中海发展呢 这两个安排呢 也是对于未来一段时间 比方说未来半年呢 这个业绩有一个利好的作用 首先就是出售了 机首这个报废的这个 散货船呢 对于这个业绩来讲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对于收购这个 五公司一些的资产呢 对于就是这个航运业 如果这是下半年呢 有一个明显的服输的话呢 对于他们一些的干散货 还有一些运游船啊 运游啊等等 美啊等等业务呢 也有一个帮助 不过就是因为市场在现在来讲 比较担心就是这个欧洲的 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多大 对于内地的出口呢 有没有影响 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内地的进口 比方说这个美啊 这个原油啊 有没有这个下跌的压力 不过因为今年呢 我相信也是这个航运业呢 有一个业绩改善 改善了一年 相信这两个这个出售 这个报废的船 跟这个收购五公司资产呢 对于中海发展来 船员来说 也是一个厉害的作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